请问,这里是望花来源是吗? 是的,我们这个玄境是非常漂亮的 进来看到我们的泳池和跑道 对面还有羽毛球场和老年人的活动中心 小孩玩的地方基本上都有 这几个单位全部都是护潮南的? 有潮南有潮北的 我们向北是看我们的玄境的 看出来的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那跳南的方向是看我们的慰环站那边 对,没错 情怀未动 让昨天又有些亦生中舞动 Hello,大家好,我是喜家阿Dee Hello,大家好,我是喜家阿明 今天和阿Dee来到我们的仲海客运汽车站 是过来介绍一个楼盘给大家的 那19万8起就可以买到我们的一个一房 一房,就是一房 两房买不到,两房都高一点的银码 是的 到这里 坐公交车可以回到我们的屋苑 也可以打的士 也可以回到我们的屋苑 打的士大概十几分钟就可以到的了 那这个楼盘叫瓦居落博朗坊 那就是靠近我们的轻轨 慰环站 那慰环站的轻轨在前面的18米左右就可以上到的 那两站直接到我们的西湖 就是大家知道的 慰州西湖 一个旅游景区 那还有一个交通就是我们在西九 如果近西九的朋友 你可以直接坐西九龙 来到我们的仲海站 就是仲海高铁站 那如果近这个挪湖的 譬如说挪湖出完关 那挪湖出完关之后 你可以在那里直接搭高铁 直搭到我们的仲海站 那也是啦 仲海站落到屋卷楼下 你打步的士 或者打步的士十几分钟 坐公交车的话 就可能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到高铁了 那是不是有直接可以搭 香港坐的大把车到这里 是的 那有一条线路就是 我们永东巴士 会直搭到我们一个叫龙峰的客运站 那落完车之后 它也很近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就可以到 最终就是那里配到非常OK 出门走下楼 六七分钟可以到超级市场 也有十佳市 有三大超级市场 后期最对面就是 房屋正对面有个十五万方的万达赶场 所以今天就要过来拍一条片给大家 还有没有什么介绍 那其实刚才那个楼盘 它是有低返租的 是的 返租是 是的 一房两房 这个单位都是返租给大家的 如果觉得作为投资 不想买房住那里的 完全都可以托管给人租的 租金都不会便宜的 最低的是2,200以上 2,000到4,600 4,000左右 2,000 2,200以上 即是一房的就是最低的价钱 它是保底的 即是每个月都要给你2,200 是的 事不宜迟 我和阿Dee一起去楼盘 和大家介绍一下 待会见 好了 现在来到寿楼盆 那和我的朋友 小华 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大家好 大家好 和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项目的区位 好 那我们去哪里 我们现在这个区域 叫做仲海国家高新区 它是在维州的四个区里面 现在发展前历比较大的一个城市 以前在香港 大家都听到 大湾和大湾 比较多些的 那我们回到这边 现在其实 仲海的一个发展 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个城市 现在包括现在仲海 它是一个 以辽仲海的名字 你明不明白 以前它是 民国时代打仗的一个将军 那后期 在这边是他的故居 所以我们这边 就以他的名字来蒙名 叫做仲海国家高新区 那我们的项目 是雅居乐旗下的柏龙峰花园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 是很多城轨和高铁的 目前是两条城轨和高铁 最近的 就是我们现在出来到18米 其实就是维幻站 这条线路 又是维州最早的一条 本位城轨 现在目前在维州的一个市中心 通向我们的东莞西站那边 后期它还可以接驳到 广州、佛山、小庆那些地方 因为现在1月23日正式通知了 它被港铁接收了 我们现在好像香港人过来 以前买票就比较麻烦 要实名阵 是的 那我们现在它是一个 直接用一个 就是好像地铁那样 买了之后 就直接可以坐车过去的了 就很方便 地铁化的了 那后期我们还可以接驳到历林站 去深圳前海 这条叫做深围城轨 目前是未开通的 在2025年正式通车 那它接通之后 我们可以去到深圳前海 还有我们的维州机场 维州机场现在覆盖了80%的一个城市 所以后期这两条城轨去东莞 去深圳 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线路 包括我们除了这两条线路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港散高铁 港散高铁这条线 深围未通车 但是这个站点已经开通了 维州南站以前是归大湾那边的名字 是明明的 自从它开通了港散高铁 即是2023年的9月25日正式开通了之后 是从广州东通向山尾那边的 这条线路开通了之后 我们就将大湾的维州南站 改了为维阳站 将这个名字明明为维州南站 在我们这边 这个线路也加速了我们 从广州到山尾那边的一个线路 还有我们这边最重要的 现在有一个叫做港散高铁 这条线路是21年可以通的 也是我们现在回香港最快的一个路线 从我们汉沫出发 大概是15分钟可以到这里 这个高铁站现在出来到深圳北站 大概是2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的 从深圳北站转香港西九龙是18分钟的 都是现在目前回香港最快的一个路线 除了这条线路之外 其实我们乘搭大巴都很方便 从维广站上来 有一个龙峰站 大概在这个位置 龙峰站它没有标出来 因为这张图做得比较早期 这个龙峰站对面有永东巴士 左边是有永东巴士 两个小时可以回到香港 右边是有一个维州汽车后运总集 是直接回到楼湖口岸的 大概是60元人民币 一个小时可以回到楼湖口岸那里过关的 向上走去到西湖站和江北站 都有永东巴士是直接回到香港的 跟这个南线客运站的永东巴士 是同一条线路上去的 我们其实线路上面 两条城轨和两条高铁 去9加2的城市 基本上广州、深圳、东莞这些大型城市 都很方便的 一个小时之内都可以去到的 很方便的一个区域 交通 我们玩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的维州 现在目前去玩的地方 我们维湾站上来到 7分钟可以去到西湖 现在最出名的 5A级旅游景区 红花湖西湖 就是维州市中心的5A级旅游景区 同时我们在高铁站附近 还有一个5A级的湿地公园 叫同户湿地公园 所以我们这边玩的地方 是非常多的 春天好像这边的一个 机场周边的平潭 也有一些花海体 夏天我们去大雅湾 和纯尿湾这边吃海鲜 秋天和冬天 我们去到维州北站这边 也有温泉和龙门 也有温泉浸 所以香港过来到一个小时 其实我们这个城市 也是距离较近的一个城市 回到我们楼本这边 其实配套上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们帕龙峰花园 走路7分钟左右 有三间商场 T-Park 管卫城和万顺街 这三间商场走路7分钟 现在已经开业了 正对面这边 还有一个15万方的万达港场 正对面的 目前已经开工了 现在目前 真的在我们的帕龙峰花园正对面 菜市场是旁边有一个维还菜市场 这个市场目前是这个片区里面 最大的一个市场 基本上你去街市买到的东西 都在这里可以买到的 这个都是走路7分钟到 5分钟到7分钟可以走到的 两边有中讯医院和维还医院 所以我们医疗配套 和我们的购物 商业这些东西 基本上已经很齐全了 我们交通和购物方面的东西 都已经介绍完了 那我们回到我们楼本这边 沙本这边 好了 和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楼本是分两期开发的 现在的位置 营销中心在这里 我们前面有一个7千平方的 星光广场 后面的住宅 其实我们现在全部都已经卖了 而且是有三百多户业主 已经搬进来住 我们现在卖的是一号楼 一号楼其实这个位置 也是非常理想的 在我们的围还站正隔离 18米就到了 那我们现在卖的一个面积段 是35平方 48和72平方 那花园里面应该有的一个配套设施 也有的 泳池 跑道 还有羽毛球场 还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 小孩玩的地方 全部都已经有了 那我们旁边这块地块 是会做一个公园的 会做一个站前广场 围还站在正隔离18米 这里会做一个站前广场 18米 所以很方便的 我们这个交通路线 出来到众海大道 出来到众海大道 对面的就会做一个万达广场 所以到时候 这里都出来 无论是自己出租 还有一个自己住 其实它也是很方便的一个物业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现在是有做托管 是吗 是做托管 那我们现在托管 它其实呢 如果好像香港人那样 想买力投资的话 是的 我们现在的一个楼层 17楼到19楼 现在是一个 茅永达酒店 安河酒店去托管 租金是2,200到3,000元的一个租金 回报率非常之高 去到8.7左右 其他楼层都可以做代托管 那个租金其实就 和现在支持的物业 稍微低一点 好 好 那究竟管理费呢 管理费是3元2 3元2 后期如果是交给华美特酒店 其实水电费管理费 都是在酒店那边出的 不用业主自己出的 那自己住也没问题 自己住也没问题 有没有吧 托了一个酒店之后 我每个月有几天过来住 如果是你做了酒店托管 我们是签五年的合约 每一年有一个月的时间是自己住的 哦 什么时候都可以 没错 提前预约 和酒店预约 哦 一个月的时间 一年就是一个月 哦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 是吗 是的 好的 好 那这期的扎盘和区位头技术 介绍了 那我现在先看看板房 哈啰 那现在我和阿晓华 就刚才阿迪和阿尔华回答 那和我们过来到示范单位 阿迪就可能有些事 不知道处理什么 他自己私人的事 那我就从35方到48方 和72方 三个职位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先看看35方 那我们看到一入门 那这里就是四合一的门锁 是有交标的 那是密码指纹 和拍卡和锁匙的 那进来的第一个位 就是我们的洗手间 那洗手间是做了一个干室分区的 只不过有一些些 缺点就是暗刺 没有窗 那不过它有抽风扇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的 洗手腿做好给大家 坐刺 加上镜柜 全部做好给大家 那我们出来就是我们厨房的位 那厨房这些是有的 厨房是现有的 即是它的櫃包括 它的收入櫃全部做好给大家 那这个职呢 是小是小 但是呢 它全部都是有的 即是呢 被人这样的起床 入到来就不会很凶 只不过到时大家 就可能要买一些 沙发 或者什么 或者如果你托管给酒店的话 来讲的话 直接什么都不用理 买完之后呢 托管酒店就可以了 那入到来看到呢 这个就是放一个沙发的位置 不过呢 我个个个大小了一点 是不是要说 这个单位小 不过呢 可以做回托管 就不用理它 那这个櫃到时 交楼是没有的 和大家说回 因为它是白鱼狗漆 那上面的吊顶呢 就会做好给大家 那加上呢 就这里放了个米五床 看见到 这个职位 但是它就 其实看回来 这里是看回 调话我想问你 这里是看回来源 是吗 是的 我们这个园景是非常漂亮的 进来看到我们的泳池 和一个跑道 那对面呢 还有羽毛球场 和老年人的活动中心 和小孩玩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的 是的 那就是呢 这几个单位 全部都是护潮南的 有潮南有潮北的 那我们向北这边 是看回我们园景的 看出来的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哦 那朝南的方向就是 看回我们的 惠环站那边 是吗 OK 那这个单位呢 到时呢 托管给酒店的话 其实刚才 阿晓华和阿Dee下面有介绍过 你17 如果你选17 18 19楼的时候呢 你可以托管给华美达酒店 那它的收益也是非常之高的 好像这种细绩那样 2200元一个月 就是呢 跟你签回固定的合约 那如果你选择其他那些酒店托管的话 可能呢 就不会那么高 就低一点点 因为这个毕竟都是 你说华美达大家都清楚 都是五星级酒店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看回第二个职 48方的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过渡 这些酒店一出回来呢 就可以见到两边都有房的 不过呢 就不说它有 即是两个酒店 就去到差不多二十多伙的 四个酒店 四个酒店 不好意思 四个酒店 二十二伙 OK 那我进来看个48方的 嗯 那这里呢 进来见到 这些门锁是加楼 交标的 不过呢 我们可以见到的 可以移动的 全部都是 不是交楼标准 即移动的话 全部都没有 那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交楼标 这个不是交标 这个也不是 其实呢 如果是华美达酒店托管 其实它那套 标准呢 按照我们的四星级标准去做的 哦 它会有一个智能家居 和我们现在的一些 梳化和床 全部都已经按照四星级去配的 哦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牌 因为它要按照华美达四星级的标准去做 然后托管 才会有那个客人 哦 明白 明白 好 那我进来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 就是厅来的 那这个梳化 我觉得这个都还OK 嗯 不过它开间的话 可能去到 两米多 两米多 开间差不多 嗯 那这里到时候呢 放回电视机 那如果说 想回来住 其实现在反应交通 都比较方便的 想自己住又好 那它有没有说 托工给酒店说要几年签以上 我们一般现在呢 一签都是签五年 哦签五年 同时呢 我们业主其实有享受到一个 是一年有一个月时间自己住的 哦 就是一年有免费 一个月是吧 没错 是免费的 OK 那我们说回这个厨房先 那进到来呢 这里是一个做一个邀形的厨房 那呢 看到这些到时都是有交流 这些全部做好给大家的 柜是有的 是的 是的 石英板和一个我们限定的櫃也有的 哦 全部都有 而且这个弧形呢 其实我们这个弧形呢 最大的量转化是这个可以通煙气的 嗯 现在大部分的一个公寓 它不可以用煙气的 哦明白 是的 即是它煙气是入户的 是的 OK 那大家如果想明火煮菜 或者是自己回来住又想煮菜 也是OK的 就不用说全部只用免费 是不是 那出来呢 就是我们的洗手间了 那洗手间呢 做了一个干室分区的名窗 我看到这些全部都是 到时都会做好给大家的 是不是 OK 那这个是洗手间 那我们看看大家的房 48房 一房一厅 一个洗手间 这个房就说不错 这个房间看到呢 它是不是 不是飘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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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子是挺大 放一麦八床都没问题 那这里有一个窗 有一个窗 那到时再看大家 如果是托本比 華美达酒店 其实来说的话 就什么都不用理他 或者如果你想自己想住 其实就 拿包入住 即是买些家具 买些家电就可以了 那就看回 第3个职 是12个房子 第3个职应该是2房 是2房 是2房 那这裏 那这裏 这裏 这裏是否很多人 香港在这裏买 我们其实现在90%以上 都是香港业主 其实大部分 他看中了我们前期的一个交通 还有一个 现在这裏 有带華美达酒店托管 他前期可以先出租 如果他自己想住的话 可以回来这边住 每年他回来到 比如说他一个月时间 他想回来旅行一下 去西湖玩一下 湿地公园玩一下 我们这裏 有免费的一个月时间 给他住 所以看中我们这几点 72方 进来厨房 到时会做个托门 给大家 亦都是一个妖型 算是一个妖型 那这裏到时 托门做好给大家 是名窗的 有名火的 是名窗 刚才都说了 可以用我们的燃气炉 进来就是我们的餐厅 那餐厅位 起床就小了一点 不过呢 两房这种72方的环 这个餐厅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开间 那客厅开间呢 去到差不多是2米8左右 2米8左右 那看回来就是我们的内园景色 那如果选择大家 就选择大家 大家看个视野 因为呢 他现在实体楼 你看回出去 如果是向南的 就是看回我们的惠环站 如果大家看回这个屋院里面的内园景色 就是向北的 不过呢 他现在是现楼 是吗 是呀 我们现在是现楼出售 是现楼出售 所以大家如果对的话 就去现楼选择 就是看到哪个单位 哪个漂亮的 就去选择了OK的了 那就看大家的房 这间房呢 就 看他做了 放了一个5米5的床 这个应该是主人房 是吗 是 主人房 看见做的这个櫃 到时大家放了一个5米5床 也好 如果喜欢三面落地的话 就移出来 那两个床头可以放 那这儿见到 它是做定制的衣柜 到时大家可以按照它 这样做也可以 它是做一个欠量式的衣柜 嗯 见到 到时可以按照这样做 也没问题 就是看回大家 这儿呢 就是我们的洗手间了 干室分区的 林浴间 座次 洗手桌 和镜柜全部做好 最早回来就是我们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 就和刚才那间房 差不多 到时大家都放一个5米5床 这个好像也是做一个定制柜 下面也有窗 那么 落地窗 差不多 那这儿就 坐下和大家说一声 一个价钱 小华坐 那我们三个职都看得差不多了 不过呢 我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自己发觉 如果大家 就看回大家要买多大的了 是 两房买回来 就真的拿来自己住 或者托管都可以 那我想问一下 晓华 那些大概的价钱去到多少 如果我们 小面积的那些是19万8起 19万8起 OK 因为我们这边 会带有装修 如果酒店托管那部份 如果带装修的话 大概是29万8起 29万8起 相差就很多 对 是 装修 其实好像小绩的装修 我看到起身 也不需要多少钱 它会带到酒店托管的 远装类都包装 因为如果你做酒店托管的话 它会按回 华美达的市政级酒店托管 那我们会做回智能家居 和它的一个床 沙发 和这些家具类的东西 全部都是按照它的市政级的标准去做的 嗯 那我想问回 比较尖聚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楼盘 它有没有缺点 缺点啊 如果是向南边 可能对于轻轨那边 可能会有点吵 因为我出来就是一个众海大岛 那这个是缺点 那也是优点来的 因为这个楼盘 它是一个轻轨隔离的位置 那你换回在香港 或者是深圳那些大型城市来说 那我们回去到高铁站附近的楼盘 肯定是比较 价值是非常高的 嗯 投资也包括自己住也比较方便 嗯 那也是 因为你好像说 你刚才说的 你出门口18米就可以到维环站 对不对 那好像说 我们其实香港人过来这边 刚才都有说过 也是非常方便 你买在这里 你交通第一个 就真的 不要怕它交通不方便 对不对 你比如说西九郎 你西九郎直接 它好像有直接到我们的中海站 对不对 这个第一条 第二 如果譬如说 你出了关系 在狼湖关出回来 你可以坐巴士 那你巴士的飞价 好像是54元 54元 差不多54 即是60元 60元 那就差不多一个小时 到我们的客运站 是的 也有永东巴士 在香港直接来到我们 也是客运站 这个地方 所以交通这方面 就真的不用怕 它说交通不行 第二点 优点是什么 它附近有很多 这些大型的shipping mall 你好像我们的楼盘 正对面 有一个15万方的 一个曼达廣场 超级大型 往后一点点 有一个我们刚才说的 是什么 有几间 有三间商场 现在正在开业 TiPa 曼顺街 和管卫城 这三间商场 我们从楼盘出发 走路7分钟 可以去到的 走路 而且还有 好像是我们在宿街市 我们去买饭 也不用怕 买饭的时候 走路也是7分钟左右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如果大家想去 行山玩水 如果这边行山 其实我们来西湖是非常接近的 维州人都知道 苏东坡以前来过的地方西湖 在维州是5M级旅游景区 从我们出发 是7分钟左右去到的 两个站 经过一个龙峰站 到西湖站 其实这个楼盘也是一个大盘 雅居乐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也是比较顺利的一个牌子 因为香港人大家都知道 雅居乐、碧桂圆 都是在香港上市 这两个大家都比较熟 所以说到楼盘刚才说的价钱 那它的单价能和到哪里去呢 如果我们单价 现在最低是7,800起 7,800起 看回大家 我觉得这个楼盘值得大家来看看 因为它第一 交通是比较方便一点的 第二 我们自己 我们港人回来 第一 买楼的一字业的话 第一 它就说交通方面 第二 商业配套OK 第三 有山有湖 这种 其实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是比较中心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都说不错 最紧要是大家看回 过来实地考试一下 看看对不对你 因为 怎么说呢 买楼字业 最终都要看回大家 就是在视频上看 可能不是那么全面 等一下你要过来实地来看 考试一下 那我们这一集 和阿姚昊华 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了 那我们屏幕上面 有两个码 那你可以掃我们的WeChat 或者WhatsApp 或者可以电话打电话 联系我们 还有或者我们评论区下面 有一条链接 直接点击进去 会跳转到WhatsApp 找我们取得联系 那我们起家 现在天天有断出 那车全部都排在关口里 那看楼也是非常之方便 好了 那这一集就不阻止大家了 那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之后 人杨栋之后